最近电脑出现点问题 折腾了一个礼拜 今天就在刚才我把原因找到了 问题解决了 我把整个思考过程推到验证过程 做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是关于音箱报音的 我这对音箱 中文叫Presonas E3.5 当时花六七百块钱买的吧 3.5英寸的一对监听音箱 用了三年 出现了啪啪啪 这种的声音 就是我在剪辑视频的时候经常听歌 有的时候不听歌了 它也会啪 这么想一下 我的第一反应是音箱坏了 买了三年了 没想到美国品牌Made in China的产品 挺有名的这个品牌 也会出这种问题 让我大失所望 另外我还接了一个外置声卡 佛西的K5 Pro 但是它也不能百分之百解决问题 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几率会爆音 这个爆音杂音很讨厌 就是那种啪 特别尖锐的啪一下 如果用3.5毫米 转莲花的那条线 接主板的3.5毫米接口 这种声音 这种频繁程度会更多 后来我一朋友他跟我说 你可以试一下光纤 这个声卡可以支持独立供电 然后它还可以切换光纤 我这个电脑主板是微星的B660M WiFi排击炮 它的声卡是ALC1200 也是支持数字光纤的 我用光纤来连接 不通过它走电 结果我试了一下 还是有爆音 除了有爆音之外 在每次第一次播放声音的时候 也先会小爆一下 那很显然这是一个音箱问题 但实际上不是 也不是声卡问题 我是这么排除的 我把声卡和音箱 因为它是有USB Type-C的 我给它接到小米10手机上 用QQ音乐放歌 是一点杂音都没有 一点爆破音都没有 特别稳 那就说明声卡和音箱是没有问题的 我还把这套接在了苹果笔记本上 苹果Mac M1版本的Mac Air 也没有问题 也没有杂音 很稳 这两个设备 我感觉它的电流电压 是不是品控很好 后来我把声卡 解码器和音箱接到了PS5上 也没有爆音 很稳 我接到Switch上 也没有爆音 也很稳 那就排除了声卡和音箱的问题 那只剩下电脑问题了 今天我给微星客服打个电话 他说让我升级一下BIOS 我感觉不是升级BIOS的问题 我的感觉就是主板 它里边的一些电流或者电压 或者防磁 磁辐射 我感觉是这些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这个出现啪啪的声音 虽然没有规律 很随机 但是也是有规律的 比如我在看网页的时候 突然间打开一个网页 它这时候会啪一下 再比如我用WiFi 传数据的时候 传大量数据的时候 它也可能会啪一下 我感觉电脑在某一些 突发的高负载的时候 它可能也会啪一下 但是这很随机 你不能说是想让它复线就能复线 但是它会复线 另外我拿3.5毫米的 移接口插在主板上 我给它撵一下 它也会啪啪啪的响 更频繁 这很显然是硬件问题 我感觉不像软件问题 然后这时候就在今天下午 灵光乍线 我感觉是不是XMP的问题 因为我之前听他们说过 XMP就是内存超频 会导致一些其他问题 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它内存默认是2400的 这个主板支持到3200 我现在一直用的是3200 但是以前一直没问题 都是最近很频繁 然后我就把XMP给关了 关了之后一切都安静了 那个声音叫干净 即便是3.5毫米的破线 都有点氧化了的那个破线 插在主板上 声音很红亮 没有一点杂音 连咔咔的那种 巴巴的声音都没了 就算我去碾那3.5毫米的移接口 也没有这种爆破音 后来我又切换成光线 USB都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我又上网搜一下 XMP和爆音 我发现有一些人 说过这种类似的事 他说是开启了内存XMP之后 内存频率高了 然后它的电压 好像从1.2级到了1.3级 电压也调高了 然后他尝试用手动调低电压 然后就好了 然后我在看他23楼的帖子的时候 他说又坏了 然后他又要去调电压 那看来是这个原因没牌了 然后以后我就准备 用默认频率了2400 我朋友跟我说 你可以调高一点 比如说比2400再高一点 我觉得无所谓 我这种适合养老的人 养老的性格 我更喜欢稳定 从2400多调到3200 好像对我来说也不是很有必要 稳定性更好 你知道当我出现这种 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多么喜欢小米10手机 我多么喜欢Mac和苹果电脑 因为它给人的感觉太稳了 还有PS5 Switch 这都不是很激进的调整策略 所以说我以后准备 继续保持默认值 用2400 那性能不够怎么办 我的12700 我感觉这些核心还凑合 因为11也是我喜欢的这种界面 应该也问题不大 然后内存是金士顿的 从京东买的三星C代颗粒 至少说稳定就行 不想超频了 不想折腾了 稳定为王 我知道 从3200降到2400 可能对有些游戏的帧率会有下降 不过没关系 我玩游戏不多 就算有估计RTX4080也能够给弥补上 为什么 我并不是说不想折腾 是因为折腾这段时间太恶心 你找不到问题的原因 只知道问题的表现 会影响你的心情 你就没有心思去干这个干那个 电脑它就是个工具 稳定比它高那么一丢丢的性能 对于我来说要重要的多 那好吧 就分享到这吧 那么在视频的结尾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对音箱的实际音质表现 在这有个笑话 我用3.5毫米的模拟接口 听同一首歌 再用USB独立声卡听这首歌 然后再用光纤传输听这首歌 区别不是很大 来你们听一下 再见